大马的官方宣布几乎消除了赤瓶 但联合国人权专家实地考察之后却狠狠打脸 KIA系统故障进入了第二天 今天的现场情况又是如何的 此外也要带你来认识我国的国术 详细内容欢迎收看8月23号晚间的百格大事记 晚上好 我是威敏 首先来看最新一周的燃油顶价 分别是ROM9期调涨了二仙 来到二零级五十一千 ROM9和柴油价格继续保持不变 国庆日要到了 你知道我们的国花是大红花 但你知道我国的国术是什么吗 首相敦马哈迪今天就宣布 印加树不供莫尔报获选为马来西亚的国术 这是因为印加树能在东西马找到 具有强韧的适应力 此外敦马在辞职时也自豪地说到 大马的森林覆盖地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五点三 或者是1828万公顷 远超于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英国和其他大多数的欧洲国家 根据官方宣布 拥有3100万人口的马来西亚 贫困率从1970年的49%下降至2016年的0.4% 不过联合国人权专家却对这个数据提出了质疑 认为和现实不符没有反映出当地的现实情况 根据他们到民间的实地考察发现 一个处于贫困县并且拥有4名成员的城市家庭 每月的生活开支只有区区的980令吉 也就是说平均一天每人消费只有8令吉 而联合国分析报告所提出的 现实平均率实际是16%至20% 大约9%的家庭 每月在少于2000令吉的情况之下生存 远远高于大马官方数据的0.4% 吉隆坡国际机场系统故障进入了第二天 依然还没有修复 导致大部分班机的乘客登机过程受到了影响 机场登机柜台更出现大批人容 根据了解KIA的情况较为严重 无论是班机资讯屏幕 登机手续柜台 或者是行李处理系统都无法操作 必须由工作人员手动输入电脑 导致登机柜台出现长长篮笼 而KIA因为班机资讯屏幕系统 是和吉隆坡国际机场连接的 所以只有这个方面出现问题 另外大马航空委员会也对此事感到不满 同时已经联络了大马机场公司 要求他们告诉乘客和航空公司 什么时候可以恢复正常 但似乎还没有解决 因为技术人员依然在抢修 而且无法确定几时可以恢复稳定 百哥也要提醒你 如果这几天要搭乘飞机 记得提早4个小时到机场 以及透过网络办理登机手续 大马509改朝换代之后 首位被控上法庭的西蒙议员 霹雳州行政议员杨祖强 今天在妻子的陪同之下 面对强奸印尼女佣的指控 他否认犯罪 获准以印尼担保人和15000令吉保外候审 此外杨祖强也再度表明 自己没有做 不会告假候审 声称这是一起政治阴谋 不过这起事件呢 已经为霹雳州政坛投下了震撼弹 令政治多事之休的西蒙霹雳州政府再度陷入 泪忧外患的窘境 毕竟呢 P州的朝野阵营之间只有三席之差 如果呢 最后杨祖强真的醉成了 将会失去议员的资格 连带可能会危及西蒙的州政权 那么今天的大事记到此结束 感谢您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ılan Collecti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